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吧 这个秘密也是的 让我搬电视 就我这体格子也搬不动啊 哎 哎 小俩 你来了 哎呦 我的点得太好了 秘密刚才说你开会你来不了 这回行了 咱俩一起搬吧 哎 小俩 你说话 你说话啊 小俩 你说话 你干什么呀 这个人真的是你这好笑 你这怎么的还推我呢 什么小脸小脸的 你真的好笑 谁也起名字叫小脸呢 我不认识什么小脸 我也不是什么小脸 哎 你咋的了 说话咋变声了呢 哎 这大同天呢 还整个蚊帐 咋的 装蒲风筝呢 怎么这个人真的是 我告诉你了 你认出人了 我不是小脸 那你是啥脸呢 我是 丢脸 你这个人真的是 你不要抢一个东西 我跟你的那个朋友 长得就这么像吗 行 对啊 你说 如果是带上他 你还能认得出来吗 回来啊 小脸 行行行行 你玩吧啊 好好玩啊 好好玩啊 秘密啊 秘密 我是小脸 哦 小脸 对不起啊 哦 不是小脸啊 干什么呀 你下一边去 我请你 你听我说出事了 出大事了 啥事啊 这是谁家呀 秘密家呀 你知道谁搬那来了吧 谁呀 李宝洁 那不完了吗 那可不完了吗 你想想 这个画面啊 秘密还给我打电话 让我帮他办电视 我说 我开会呢 结果李宝洁就 找我搬家 我就来了 你说这秘密要看着 不得误会 不得伤心呢 我俩以后往下进展 怎么进展呢 对不对 小脸 对啊 你等一下 我们三个人 说什么关系 你们三个人的关系吧 我太清楚了 你看啊 你喜欢秘密 秘密不喜欢你 李宝洁喜欢你 你就不喜欢李宝洁 你们仨呀 就好比揍地主 你这个地主啊 碰上俩农民 你在想 我这地主抓俩网 先炸谁呢 我先炸你呢 你炸我干啥呀 我一个卖蛋的 你这牌打得也挺好了吧 咱先不打牌了行不行 行啊 我跟你说啊 我觉得今天呢 有点不稳妥 如果一旦出现什么问题 记得帮我化解了 听见了吗 记得秘密要是 问你小脸呢 你就说小脸 开会呢 秘密 小脸开会呢 他开会就是我知道 你俩在我楼道里 开的是什么会呢 开会会不会再都不会了 开的 其实秘密我来 我是想给你惊喜 对就是那种 出其不意 闭自闭的那种 感觉你能明白吗 我好像明白点了 你想突然间出现 给我惊喜 帮我办电视 那拿这些东西来干啥呀 小脸你聪明 你摘下了这些东西 你是怎么回事 给你买的 打啥呀 买啥呀 你愿意呀 愿意呀 秘密呀 是这么回事 小脸呀 给你买了这些东西 想给你个惊喜 你小脸你太有心了 你俩还等啥呢 搬进来吧 搬帮你ви 这可怎么整 累死了 真是的 搬进去了 搬挺快呀 接着搬 卡给你累了 好 兄弟啊 啊 你的节奏挺好啊 啊 退步了 退步了 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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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你咋不给我小广告呢 没了 没了你的 你扑什么扑 我看刚才的观众挺热情的 我像气氛给你往上推一样 现在人家 满意啥呀 广告别完了哥 走吧 走不了了 咋的了 战胜 没事啊 哥 战 战 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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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 战胜 战胜毫不下来 哥 兄弟我也是老实人 你不战胜了吗 陪你 战胜 战胜 快快快快 白白 你咋在这儿呢 我手背脚粘住了 快去找人家 咋找的呀 抓俩贴小网告的 弄磕那儿都是脚 脚粘住了 快去快去 瞧不起谁呢 喊啥人 我帮你不就完了 不是 你弄不开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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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 快去找人家 战不了了 咋的了 战了 好 战一会儿 你这不是汪道吗 你俩缺德不啊 你赶紧想办法给我整开呀 我告诉你 除交际 我没有 但是我们就不想花钱买 咋整呢 你是个死网友圈 平时没事 就是天天跟我屁股后面 关键是什么人影都看不着 死网友圈 网友圈 网友圈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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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米粒 是你在呼唤我吗 网友圈儿 你来得正好 你快来 诶 站啦 小米粒 你啥意思啊 你喊我事想告诉我 你俩在一起的吗 行啊 我退出 祝你们福入东海 寿命难闪 哎 不信号圈 号圈儿 号圈儿又回了 天笨呗 你希望 跟我启示发源的时候 不喜欢小米粒 今天在光天画之下 轻轻握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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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找俩见证的还 你瞎白了啥一片儿站一起了吗 啥玩儿站一起了 啥交能把你俩站一起啊 不想分开就直说 这玩意能站住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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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了吗 站住了吗 哎 站住了吗 你这块没有胶 这有胶地我就能站住吗 这能站住 这玩意咋整呢 这玩意咋整呢 咋整呢 等会他俩贴小广告的 整的到处都是胶 你咋整吧 你俩贴小广告的 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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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钱两千啊 不知道你们哪有话 把人家整个门都呼死了 鎖眼都没放过 我打电话找个开锁的 人家来了就送我一句话 兄弟 换门吧 大半夜十二点 我上哪儿换门去啊 我爷在门口啊 蹲了一宿我自己个儿上 那脑瓜量闻着顶着 全是大包啊 那你干啥去了 我上网吧包小去了 要不不爱咬吗 你说你们看了有多少人多啊 我啥时候给你的啊 你啥时候给我不行啊 不是 不是 大姐夫你啥时候带了个女徒弟啊你啊 你不是媳妇弄管 大美丽 没事啊 你过来 哪里来 妈我跟我媳妇说两句话 说吧 你虎啊你啊 这招大姐夫都用过了 这么雷同吗 嗯嗯 大姐夫说了 这张卡妈给她了 她又给大美丽给大姐买菜去了 她姐夫你说你 赶紧想这儿赶紧想这儿赶紧赶紧 赶紧哎 哎 妈 妈 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别乱没事 是是是这样 对啊 那个二米啊 他糊涂糊涂的你知道 糊了八糟的 他不是怎么回事 对 是这样的 那个他不是找那张卡吗 对 他找您的卡的时候 他突然找到了自己的一张丢失的卡 啊 对对对对 不是你的卡 对对对 瞧这智商吧 这样 那卡是不是到齐了 啊 啊 还不赶紧花去 不着急 不着急 着急 没事 哎 开 买东西 呃 女孩子 ai 你把那卡拿出来给妈看看啊 哎呀 不是妈呀 你看这个现在时间这么紧张算了吧 就对我俩毕竟挺紧张的 紧张也得拿出来让妈看一眼 看看吧 哎呦我的妈呀 这不是小区进门卡吗 这你都看出来了 你以为我眼神不好使啊 妈呀 你好眼神啊 不是 妈 你看 我们去超市买东西不得出门吗 出门不得用进门卡吗 拉倒吧 你俩别胡了啊 你说你们俩除了骗人 还有别的能力吗 我跟你大姐夫学学 人家呀从来都不骗我呀 行了吧 大姐夫不骗人 前天分 过来 你胡了八糟的 胡了八糟的 我骗过人吗 你我骗过人吗 没骗过 我骗过人吗 大姐夫就是我们小区正义的象征 就是咱们儿子学习的榜样 那我可以啊 我回来啦 啊 回来啦 哎呀 大妹呀 那卡上钱都花了吗 嗯啊 什么卡 卡 卡 媳妇 你先你先过来 过来 过来 就我给你一张卡 玛丽卡 坐下 刚啦 你抽啥呀 哈哈 哈哈 哎呀 哎呀 大姐 你向我买菜 你累货呢 你 那个 你这两天呀 他他他精神有点问题 恍惚你知道吧 是这样的 你看 你看你看 这都买来了 把菜全买回来了 哎 三百块钱全花了 一分没浪费 是吗 妈这样你放心吧 回屋休息 一会儿做完饭 我叫您 好不好 好好 谁 说 我说就说 说 这是你逼我的 我逼你的 事情是这样的 在今天凌晨四点零五分 天刚蒙蒙亮 雾还没有散尽 能见度特别特别的低 借着东方刚刚升起的那一片 在鱼渡北 哎呦我的妈 别拽词了 快说吧 在青春色的那一片中 忽然出现了一个人影 他好像在晨练 他练着练着 吹了树一角 这个时候 树干 船跌着震动 到了受烧强化了震动 掉下了一个苹果 他没有教功啊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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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下张望了一下 他以摄影机都捕捉不到的速度 把他装进了怀里 然后轻轻的一声尖笑 消失在迷雾里了 这人是谁你看清楚了吗 谁呀 范家的大闺女 我媳妇 我媳妇 不可能 怎么可能呢 昨天晚上 他和我睡在一张床上啊 一直吗 一直啊 你怎么知道的 你看 凌晨四点半 我起夜上洗手间 我就看见我媳妇和我煎并煎躺在床上 我说的是四点零五分 哦 你是说四点零五分 我媳妇从床上偷偷地爬进来 然后悄悄地出门 偷了一个苹果 然后赶在我四点半起夜之前 又躺回床上 行 这是第一个苹果 后面还有五个苹果呢 你别着急啊 五点零七分 那余杜白啊 比之前大了一点点 这个人又出现了 他就像毁谤一样 和刚才一样一样的 他又来了 只不过这次 他改变了一下动作 他捡起苹果 又消失在迷雾中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